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美国各地的治安急促的变坏 除了芝加哥 洛杉矶的地区 发生了抢劫货运的火车以外 在纽约和旧金山的街头 也发生了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的抢劫 而且有抢车子 不顾这个车主的拦阻 大啦啦地把主人拖出来 进去开着车把车子拉走 甚至有盗贼在街边 连续地把停在路边的车子 车窗打破 将车内的物品倒走 在旧金山有一条街 一系之间三十几部车 全部被打破玻璃 以至于有些人停车购物的时候 就故意将车的尾门打开 或者贴一个标签说 这个车没有上锁 就是要盗贼知道车里面 没有值钱的货品 这变成了一种风气 叫人感到悲哀 因为修理换装这个玻璃窗 所需要的费用更高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一等强国 真是匪夷所思啊 在冷静地思考后 我想有可能几个原因 第一 去年美国的通货膨胀 已经高达9.1% 肉类一年之内涨价25% 青菜30% 油价35% 名声的用品不但节节上升 还缺货 只有收入不增加 导致于百姓普遍的变穷 生活困难 第二 新冠疫情造成的物流的锻炼 还有防疫政策不当 反复不定 许多物品缺货 商场供不应求 所以时不时有抢购的风潮 同时疫情持续的增高 对于疫苗的不信任 造成许多人对政府的不满 第三 政府对于罪犯的法律变得太宽容 同时又减少 治安人员的经费 自由进步主义高涨 对于人心过分的乐观 执政党为了讨好选民 变相的支持犯罪 以加州为例 一千元以下的犯罪 不必追究 第四 社会弥漫了对法律的轻慢 倾向于挑战传统的价值观 还有一夫一妻这种 家庭制度的瓦解 大众已经厌倦了 两极化的政治游戏 对于领导者极度的不信任 还有许多家庭破碎 缺乏家中的权威 下一代人更是变得无法无天 年纪轻轻的就持枪到处杀人 第五 美国人越来越远离上帝 道德的底线一再的滑落 人们没有自我约束的能力 根据一份调查显示 十年来相信没有神的人 从17%上升到26% 教会人数平均每年递减0.5% 这曾经是上帝祝福的国家 已经渐渐落入魔鬼的网络 所以美国的基督徒应当醒悟 应当回归上帝 不能再随从世界的潮流 因为那个结局就是灭亡 愿神帮助我们 谢谢